请先开讲义 请看第四端 念佛四章 从这个地方看起 第一是持明念佛 即本经所踪 趁念阿弥陀佛名号 善道大四月 唯有经路修行 淡念阿弥陀佛 因其方便直接 成功迅速 这个佛法 重在实习里 如果只是在经意上 研究探讨 而不能真正去做 真实的 利益 是得不到的 也就是我们 常讲的受用 或者呢 这个 今日之下 所讲的享受 真实的享受 我们得不到 所以一定要重视修行 修行的方法很多 我们常常听到的 是八万四千法门 法就是方法 门是比喻 比喻的门禁 那么又看到 这个像四红寺院里面所讲的 法门无量寺院修 那个无量 比八万四千 又不晓得多了多少倍 那么由此可耻 方法门禁 很多很多 在这么许多方法当中 哪一种方法 最方便 或者说 哪一种方法 最适合 我们自己 修学的 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想法 这样一个选择 这就是有智慧 祝福菩萨 祖师大德们 在 众多方法之中 特别赞扬念佛的方法 我们在小本 《梅桃经》里面看到 六方诸佛了 都赞他 那么这个方法 实在讲呢 值得我们 去研究 值得我们细心地去观察 去肯定他 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因为在无量法门里面 确实是豪如大海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 实在是很不容易 这是一切祝福 给我们一个指示 给我们一个提示 不妨依着这个提示 仔细去观察 这个方法对于我 适不适合 念佛这个方法门 这是从 总纲上说 念佛也有 许许多多种的念法 但是再多种类 也不外乎这个四大类 此地将的四种 总是种类 有持明 有观想 有观相 有实相 总不外乎 这个四大类就是 这四大类当中 佛祖有特别提倡的持明 持明就是 持明号 也就是无量寿金 跟这个小本阿弥陀经 所提倡 这是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法会里头 特别提倡 劝我们采用这个方法 趁念阿弥陀佛名号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是在前面 都曾经跟诸位 报告过了 世间人 许多 学佛的人 不了解佛法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 许多学佛的 不知道佛是什么 许多念佛的 也不晓得阿弥陀佛是什么 那就难怪 他念这句名号 念了很长的时间 而得不到效果 底下引用善导大师一句名言 他说唯有经路修行 这个经路就是境路 也就是说 我们学佛目的是想称佛 成佛最快的一条道路 最近的一条道路 就是持明念佛 大念阿弥陀佛 这句话讲得很好 讲得一点都不错 如果我们要把这句话的意思 真正懂得了 真正明白了 那就很不简单 那说实在话 必须像古德所讲的 通宗通宗通教 宗是禅宗 禅宗以外是教下 宗门教下 你全都通达 你才懂得 这两句话的意思 向道大师 为什么这样说 你才真正明白 这个我们也不能详细说 详细说呢 可一家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呢 也不过就是解释这两句而已呀 可是最重要的 佛在大臣经论上 常常告诉我们 像华严经上所说的 一切法 世间法 初世间法 经上常讲的 世法界 一正庄严 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 宇宙 人生 这所有一切法 从哪里来的呢 佛告诉我们 唯心所信 唯实所必 现呢 就是生的意思 就是出生的意思 这些法呢 都是我们心心 变现出来的 又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生 这句话的意思 跟华严经上 为时所变 那个意思完全相同 为时所变 我们不太好理解 如果没有学过 为时的 不好懂 但是要讲到呢 从心想生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了 心里常常答妄想啊 想什么 他就现什么 想一些人做梦啊 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啊 梦从来来的 从心想生的 也许你会说 我今天做这个梦很奇怪 没想啊 没想他怎么会梦呢 其实 这个微细的那个想啊 往往我们自己都不能觉察 实实在在呢 事从心想生 一点都不做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就能体会啊 佛为我们选择 发门的依据啊 那我们心里想佛 不就做佛了吗 这个真是直接稳当啊 所以说他讲 方便直接成功迅速 直接叫你去想佛 心里想佛呢 就变佛的境界了 说实在话 没有任何一个方法 有这样的直觉 有这么样的稳当 有这么样的快速 道理在说的 所以佛教跟我想佛 想哪一尊佛呢 佛很多啊 有很多同修啊 天天念 南无本事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错呢 没错 也很难得 可是 本事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去念阿弥陀佛 教我们去想阿弥陀佛 我们偏偏不听话 偏偏违背他的意思 去念释迦牟尼佛 诸位要细细想想这个味道 佛为什么叫我们呢 阿弥陀佛 无量寿经上 可以说 把这个理由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就是因为我们 成佛不容易 不但成佛不容易 我们要想超越六道轮回 都非常困难 依照 佛在五量寿经上所说的 我们每一位同修 你今天能够到这个佛堂来 在这里坐上一个半钟点 听这一次经 不是偶然的 决定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你看 我们下面这个 这个爱卖市场人很多 你去拉一个上来听听 你看他能不能坐得住 五分钟都坐不住 那他就要跑了 你们到此地来能够坐上 一个半钟点 不简单了 佛说了 就是过去生中 都是学佛的人 过去多久呢 那这个没办法计算 过去生中曾经供养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一尊佛出师 常讲的三大二生七七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这个数字那怎么能算得清啊 真正是无量节来啊 多生多节的修行 这个善根佛德 很大很大 要不是佛说 我们怎么想的 可是无量节的修行 供养那么多诸佛如来 今天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们自己很清楚 今天这个样子 这是结果 结果还是一塌糊涂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没有超越六道 也就是说 生生世世修行 都没有办法超越六道啊 如果能超越六道了 那早已经成佛成菩萨了 决定不是凡夫 由此可知 超越六道真难啊 太难太难了 形成六道的原因是什么呢 佛说得很清楚 是莫知 我们细细想一想不错 我们齐心动念 第一个念头一定想的是莫 这就是一条非常艰劳的 锁链 把我们锁在六道轮回里面 没有法子出离啊 什么时候啊 我直破了 六道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经典上常讲啊 四国鲁汉超越六道轮回了 为什么会超越呢 因为他我直没有了 见思烦恼断了 我直破了 烦恼断了 这才能够超越六道 由此可知 我们累积的修持 没有能断烦恼 没有能破抹直 所以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在这一生当中 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来生来世 纵然又遇到佛法修行 大家想一想 也不过是跟这一生一样啊 谈不上成就啊 而这个法门 这个念佛法门 所以你要悔一念 你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 方法 进阶 这一句佛号 就能够帮助我们 破过尺 断烦恼 这叫真正会有功啊 如果这句佛号 依然不能够断烦恼 不能够破过直 我们这样念佛念一生 还是不能往生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不是佛号不灵呢 他不会念 怎么就不会念呢 他是口里头念 心里头不念 那就没用处了 要心里头念 所以这个念字 这个字 是一个会议的字 让我们看到这个字 体会它的意思 在六书里头 在六书里头 它属于会议 你看它上面是个经 下面是个心 就是现在这个心 现在这个心上 真有阿弥陀佛 那才行 这个叫念佛 所以一般念佛 口上念佛 心里头念明文立养 念贪嗔痴慢 那就错了嘛 那就搞轮回了嘛 口里头念佛 心里头还继续不断地 搞轮回 他怎么能出得了轮回呢 所以这个念佛 要紧是心上有佛 心上有佛 决定不能够夹杂 前面跟诸位说过 这名妙行菩萨讲得好啊 这个念佛 最忌讳的就是夹杂 换一句话说 这个心里面 只可以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心里头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 这才叫一个念佛人 这个才叫做 这个才叫做 知识名号啊 这样的念佛 那这个效果就跟米陀经上讲的了 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见佛了 这个大师智菩萨讲的 现前当来必定佛 一日到七日啊 所以你想想看 无量法门当中 哪有这个法门迅速呢 它真快啊 所以连法相中的祖师 葵姬大师 在阿弥陀经通战书里面 都赞叹念佛法门 是顿朝的大法 顿朝就是 不经过这个菩萨的阶级 不必经过 不必经历 长届的修行 一天到七天就成功 那么我们念佛 不止七天 七年都不止了 为什么那个消息都没有呢 就是不会念了 这个念的时候 口是心非也 心上没有佛 所以这个就没有感应 我们念的不如法不如理 毛病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经上讲的没有错 祖师的话也没错 我们要重视持命念佛 唯一有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得到真实的成就 那么也有人说 念佛的好处啊 充其量不过是 往生来生的事情 现在问题不能解决 这个观念错了 错到哪里呢 他这个念头就叫妄想 妄想就是夹杂 念佛里头夹杂着妄想 真正念佛人 现在所得到的利益 就不可思议 现在得到的利益 叫花报 往生净土果报 花果都不可思议 我们细读经文 你就明了了 请大家翻过讲一 看二十二面 第二种呢 观向念佛 依供养圣相 注目观察 忍相去环武 阴沉间断 这个方法也很好 诸位要知道 这四种念佛 都是在观无量寿经上 师尊为我们说的 这个十六观里的第十三观 就是观向念佛 修这个法门 真的要有相当的佛报 你没有佛报 你没有办法修 你一定要有一个庄严的佛堂 供养庄严的佛像 实时看佛像 把这个佛像深深地映在我们脑海之中 现在人家脑海 佛法里面叫阿赖耶识 把这个印象映在八十天中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修行的原则 都是六根禁念相及 所以那个相及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末后两句话说 如果你离开了佛堂 离开了佛像 就间断了 就不能相及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一天到晚都在佛堂里看佛像 你的衣食住行都有人供养 都有人照顾 这个佛报就很大了 不像前面的痴明 痴明念这一句名号 随时随处 他都能念 这个观想念佛就受很多的限制 离开佛堂 他这个就变成终端 那么这是这一种念佛的方法 第三种观想念佛 在十六观经里面 世尊教我们念佛的方法 实在说呢 是以观想为主要的 十六观里面呢 讲这个观想就讲了十二种 那么由此可知 世尊确确确实实 是以观想念佛为主 观是观察 想就是心想 想念 如观经所说 以我心目 想必如来 但静系新出 妙观难尘 故不如持命方便意见 西方极乐世界 正报是阿弥陀佛 依报是生活环境 无论是依报正报 相实在讲 非常威胁 以佛的相来说 不止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佛有五量相 相有五量好 像我们这种粗心大意的人 怎么能观得起来呢 不要说佛的这个身相 就是列印身相 佛在经上常讲的 这个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我们都没有办法 把它想得清清楚楚 你明白的都想不出来 活宽佛的这个殊胜的相 所以这个是难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想得它重要 因此 天清菩萨造往生论 这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叫往生论 其实呢 就是天清菩萨 以五量寿经 修学的经验报告 天清菩萨 一道五量寿经 他用五种方法来念佛 所有往生论 也叫做五念法 这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 五念法里面 第一个是礼拜 礼拜不只是拜佛 像在早晚 做早晚阔的时候 我们至少都要先拜三拜佛 我们修净土的人 就是拜阿弥陀佛 也有的人 先拜本司释迦牟尼佛三拜 再拜阿弥陀佛 这个也可以 表示我们对于世尊的恩德 念念不忘 这个法门是他教导我们的 他要不说 我们不晓得 有这样殊胜的法门 这是报恩的意思 而真正的意思呢 这个礼拜就是恭敬 我们用真诚的心 清净心 恭敬心 来修舍 念佛法门 这个就叫礼拜 所以礼拜并不重视在行事上 行事上你没有礼拜 但是你用的是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 这个意思就去做了 第二是称念 称念就是称明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就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也可以 因为弥陀经上教给我们 这是名号 名号只有四个字 所以念四个字可以 很如法 第三 要发愿 我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 我目的就是求生云净土 一定要有愿 每一生佛号里头 都自足无念 就是五个意思 因此念佛法门 也叫做不回向法门 这个扩颂完了之后 不必再做回向 为什么呢 念念当中都是求生云净土 这句佛号都是为了求生云净土 所以它叫做不回向法门 所以它叫做不回向法门 第四个叫观察 这个观察就是观想 换一句话说 不但我们要念佛 不但我们要念佛 我们要常常想佛 要想得很清楚 想得很明白 想什么呢 当然不是像观想念佛那个想法 因为观想念佛 那个境界太维系了 我们没有法子达到 我们这个观察里面 想阿弥陀佛在阴地里面的发愿 想阿弥陀佛在世自在王如来 那个地方的求求 想他勇猛精进 想他的法愿建造净土 想他在世方世界 借阴众生 换一句话说 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种种的四项 我们常常念在心上 我们想这些 就不要打别的妄想 想这个西方世界的一阵状态 想这些 一方面呢 使我们对于净土 描幕之心 一方面 启发我们 学习的心理 我们要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怎样发心 我也怎么发心 他怎样发愿 我也怎样发愿 他怎么修行 我也像他一样修行 总而言之 我们的心愿皆行 都向阿弥陀佛学习 这就是观察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与这个观想念佛很接近 那么至于修行呢 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忏悔 这个忏悔是通大小城 所有一切法门 可以说无量法门呢 就是无量的忏悔法 我们这个法门 念佛享佛就是忏悔法 所以他的妙不可言 这个我们要真正懂得 世间有些人 不明理的人 事情做错了 是到这个佛前法路忏悔 法路忏悔 是小城人的办法 我做了多少多少错事情 在佛前面求忏悔 诸位想想 你把你那些 做的那些错事的时候 回味一遍呢 就又造了一次 一切法从心想什么 你每一回 或者回忆一遍呢 就又造一次 这个业障怎么能忏悔得了呢 越忏悔越多啊 忏悔一遍就又造一遍嘛 这还得了吗 这个是不懂得忏悔的道理 不懂得忏悔的方法 忏悔了 后不再造啊 这一心念阿弥陀佛 这就是后不再造了 所以不必再想过去造的那些罪业 因为你没想一遍 就又造一遍 从此之后 我统统都不想了 我天天想阿弥陀佛 你的罪业就消完了 真正忏悔掉了 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的业障 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忏悔 都忏不完 道理就是在此地 每一天在佛菩萨面前 都再造一遍 再造两遍 唯恐造的不多 这是我们搞错了啊 所以你一心念佛 读经念佛的就是真正一层 所以这个观想念佛 确实不如持名念佛 那么样的方便 因此方法虽然是非常高明的方法 可是祝福祖师大的 还是提倡 成名 像这个天心菩萨 这个修法就很好 深圣神佛 深圣佛号里面 具足五个意思 五念在一句佛号里面完成 所以他念佛得力了 上上品 完整 第四 第四 摄像念佛 这个是念佛法门里面最高级的 最圆满的 最究竟的 也是我们学不到的 我们晓得有这个方法 学不到 为什么学不到呢 看看底下这一段呢 怎么办了 远离生命 这个生命是新的 就是念头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灭 这个生命的念头没有了 注意想想 那是什么境界 摩罗汉都做不到 生命 已灭 极灭 先前 所以我们想的 这一开口啊 就是原初住菩萨的地方 别叫是粗地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哪一天 证得 证得 原初住菩萨了 从那个时候以后 你每天念阿弥陀佛求生进度 念念都是实相念佛 没证得这个境界之前呢 你与实相都不相应 所以这是我们赢了 不要去求 也不要去学 学不到的 你学这个都叫大妄想 这是什么境界呢 在《弥陀经》里面讲的 这个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里面 有四一心 有礼一心 这是礼一心不乱 得到礼一心不乱以后 以后还很长 你看 原叫初住菩萨 就得礼一心 礼一心里面 功夫有前身不同 他有十诸 十行 十回相 十地 等觉 妙觉 还有四十二个位词 这四十二个位词 都是射相念佛 自自然然的入了射相 真的射相 约礼 生灭 幽无能锁 这个上面讲的这三字都是相对的 言说明字 心缘 等相 马明菩萨在《大臣洗线论》里面告诉我们 立言说相 立明字相 立心缘相 这都是说的 原叫初住菩萨的经济 这不是凡夫 不是二臣 二臣全叫菩萨都做不到 所以锻念自信本具天真之佛 自信本具天真之佛是谁呢 就是阿弥陀佛 实相念佛 原觉知性 虽然众生本具 这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尽宗里头常讲 自信弥陀 唯信净土 这个时候念的佛 的的确确是念的自信弥陀 唯信净土 可是我们凡夫呢 因旺心念念生命 而不能管了 观是观察了 故佛告父王 祝福本德 真如实相等 非是凡夫所行 紧接 故劝父王 持名念佛也 这就是说明 释迦牟尼佛 对他最亲的人 这个父子至亲 以他来作为一个榜样 你看佛 劝他父亲 修什么法文 那一定是最好的了 那总不会骗人的了 劝他父亲 持名念佛 为什么持名念佛呢 因为实相念佛了 不是凡夫尽尽 可是 从持名能够达到实相 自自然然达到 这个持名念佛 功夫三个层次 第一个念到功夫成平 再提升 就是自一心 再往上提升 就是离一心 离一心就是实相念佛了 所以自自然然入这个境界 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 那么我们 这个几天 把这个前面 这份概要 讲完之后 可能环游 两三次的时间 两三次呢 如果讲经呢 也只能够讲个一两段 我想的时候 我们把经就止住 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经文呢 从头讲起 那么剩下的这个时间呢 我跟诸位 简单报告一下 金刚经的大义 这个金刚经呢 就是讲的实相 换一句话说 金刚经的境界 完全是实相念佛 我们虽然做不到 懂一点呢 对我们有好处 对我们念佛 在功夫上来讲呢 确实是有帮助 比如 我们的烦恼断不掉 母职 没有办法除掉 菩提心发不起来 听听金刚经 对于这些都会有帮助 四中念佛 我持名念佛 最为方便究竟 故称为 尽忠之尽 这个尽是尽禄 古大德 把整个方法 做一个比较 大臣呢 是修心的尽禄 比小尘人 巧妙太多 你比如小尘人 碰我直 难了 他有一个我 要碰我 这个麻烦 所以 断了 三界 八十八平 见佛之后 身界没有了 不执着这个身 是我了 可是我直还有 不过是不执着这个身 是我了 身界破了 这正小尘出国 从此之后 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才把私货 断掉 这样才能够 把我直 断掉了 超越 六大轮回 诸位要知道 人间 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 这七次往返 那个时间 那都是天文数字 很不容易 可大臣人用的方法 巧妙 大臣法里面 教给我们 把心量扩大 教给我们 齐心动念 不想自己 想一切众生 这个心量就大了 如果照这个方法去做 时间做久了 自自然然的 那个我直 不破自己没有了 这个方法就告明了 所以它的时间短 只要你真正肯做 绝对不是方法有问题 是我们没做 我们虽然天天都大臣 齐心动念 凡事自私自利 你说 这个就糟糕了 没做 如果真的 儒教修行 我们齐心动念 都想到社会 都想到大众 都想到一切众生 不比多久 你能够做 你能够做上个半年 一年 你对于我 就很淡薄 这个方法非常好 就是没有认真去做 所以大臣呢 是修行的经路 这古人说的 大臣里面的禅宗 在大臣法里面 禅又是禁路 这禁路的禁路 禁中禁 禁中禁是禅宗 念佛呢 比禅还要禁 所以念佛法门叫 禁中禁又禁 这个古德 是跟我们这样说话的 这就是说 这一条路子 是最近的路子 你看这条路子 直接叫我们 想阿弥陀佛 直接叫我们 想西方世界 一真章语 所以比禅还要高明啊 禁要修得不如法的时候 还容易出岔子 这个法门 绝定不会出问题 也就是常讲 绝定不会招摩 没有摩死 因为念佛 有佛力加持 有祝佛 互念 隆天永乎 所以绝定没有摩死 这个就是禁中禁又禁 四种念佛 难以宣说 身前四亿 实则四里不二 情深相起 这个前面讲的四种念佛 看起来好像 实相很深 观想很难 这个从表面上看 而实际上呢 实际上它是相通的 李四伯尔 秦深相机 你看到秦 它跟深通的 你看到深呢 它在方法上很容易 很浅显 若是原人看来 正名暗祸 倒妙 初步即是倒架 原人 就是 间接 原容的人 看一个事情 看得很彻底 看得很究竟的 它想的 岂不知名 念阿弥陀佛了 殊不知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 究竟 圆满 但是刚才 说过了 要 一心 成念 它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一心 就没有二念了 有二念呢 就不是一心了 所以这个 持名呢 叫你 一心 成念 你看无量寿经上 一相 专念 注重那个一 弥陀经上 一心 不乱 你要用一心 念 那就对了 你用二心 三心 这就不行了 那只能够说是 跟阿弥陀佛 借个语言 而已 这个借语言的事情 我们干的太多了 无量借 干到今天 都是在 跟阿弥陀佛 借个语言 从来没有一心念 如果一心念 早就往生了 早就成佛了 这就关键的 在一心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故持名念佛 又何一意 与 摄像 这个一心成念 跟摄像 真的 没有念 摄像念 就是一心成念 苏超音 苏超是廉池大肆所说的 摄像 云者 非必灭出 诸相 该 极相 而无相 这个摄像念佛 并不是说 我们 立一切相 这个《金刚经》上讲 立一切相 集一切法 那个离相 并不是把思想 真正离开 不是这个意思 心里都不知足 心里都不知足 这个重要 离是叫你心离 不是叫你在四上离 四上 没有妨碍 华言上说得很清楚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四不妨碍 妨碍是我们的执着 我们分别执着 这个就是妨碍 如果说是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心里 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有耻鸣 即是甚深薄弱 念得纯熟 万云齐放 能锁顿空 即是无助 于此之时 一句佛号 朗然明白 相续不断 即是身心 孤暗和悼妙 句句是佛之心 念念放波乐光 念佛号 即是人念舍相也 这个一段的意思很好 而且呢 是真实的 事实 绝不是理想 绝不是虚构 字字句句 都是讲的 四十真相 痴明 就是甚深薄弱 我们晓得 禅宗所修的是薄弱 这一点呢 大家也必须要了解 这是佛学常识 禅宗 不是修的六度里头的禅定 你要认为他修的禅定 那就错了 那就不是金中经 他是修的波如 诸位要是读六足弹经 你就明白 六足大师在弹经里面 第一句话 就是教导大家 总念 魔火薄弱 薄弱密度 可见的 他是修薄弱的 禅是手段 一禅定 而得到 薄弱 所以他是修薄弱 那么我们 持明念佛呢 不但是薄弱 而且是 甚深薄弱 就跟心经上 所讲的 观自在菩萨 行 甚薄弱 菩萨弥陀世 观世音菩萨怎么行呢 现在我们明白了 念阿弥陀佛吧 念阿弥陀佛就是行 深薄弱 菩萨弥陀 过去我们 常常念这个心经 这个观音菩萨怎么修的 他不知道啊 现在这个明白了 果然与西方净土相应 这是观音菩萨 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后部佛 他怎么不念阿弥陀佛呢 当然是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是行 深深薄弱 这个我们才晓得 怎么个念法呢 刚才讲过了 一心成念 那个一心成念呢 就是深深薄弱 念得纯属 万怨其放 念的时候 就是万怨其放 可是那个放啊 虽然放了 一不念又回来了 我们现在就这个状况嘛 一心念的时候呢 心里就很清楚 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残念 佛号放下了 乱七八糟念它又来了 它有个坦性 这永远没有办法了 把这些妄想执着写掉 原因是功夫不够 所以要念得纯属 只要在纯属上用功夫 就行吗 功夫纯属了 这个妄想执念 写掉之后 在它不会回来了 那就功夫就得利了 所以我们呢 实实在是 许多同学来问 这个念佛功夫不得利 不得利 你功夫不够嘛 哪有一念 就得利的 没这种人呢 所以只顾一心承念 不要去打妄想 也不要怕妄念起来 那跟没有关系 妄念他其他的 我念我的佛 要把这个精神意志 集中在佛号上 妄想咱念起来 不要去理会他 不要去管他 执照顾佛号 时间久了 功夫纯了 这个妄想杂念 自然就少了 这就功夫 渐渐得利了 这是我们自己 会觉察到的 不必去问别人 我们自己功夫 别人怎么会想到 很显著的 一个现象 晚上不会做噩梦 没说佛的时候 会做噩梦啊 而且梦中境界 非常的凌乱 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 念佛功夫要得利呢 噩梦没有了 而且纵然做梦 梦里面的境界很清楚 就像白天出色一样 不会很乱 更要成熟呢 梦中常常会念佛 常常会思维精益 梦中里面会开悟 会突然想到 经历出这个意思 会明白了 会有这个现象 这些都证明 功夫得利了 我们的妄想杂念 少了 功夫得利了 那么再进步 这就如一心不乱 那就得定了 得定之后 梦境不会再有了 但是定中有境界 定中境界跟梦中境界不一样 万云其放 能所顿空啊 这个时候就是无助 金刚经上所讲的 无助身心啊 学禅的人 学到无助 就得定 但是很少在无助里头 在身心 因此他那个禅 只学了一半 来生到哪里去呢 到四禅天去了 因为他有无助 他有定 看他定功的 浅身到粗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但是诸位晓得 他还是出不了三界 那我们念佛人不一样啊 我们念佛人呢 无助跟身心同时 这个就高明了 比他高了 一句佛号 朗然明白 这句佛号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念念相许 这就是身心 所以这一句佛号 为什么跟你讲 是甚深薄弱 金刚薄弱 是甚深薄弱 一心念佛 与金刚薄弱 完全相认 那禅宗 这个这个是 是号称 他们修的是 是这个上上尘的法门 他不晓得 念佛人修的 比他彻底 比他究竟 比他圆满 他不知道 古暗和道庙 句句是佛之间 什么是佛的主之间 无助身心 就是佛的之间 佛知佛见 无助是一切都不知主 不但不知有 也不知空 空空也不知主 金刚经上所讲的 法相与非法相 通通不知主 一切 借离 离的念头 也没有 这个时候就是真心 先行 真心 本性 先行 真心 本性的启用 就是身心 大慈 大慈 大悲 慈悲到真正的极出 就是一心 趁念阿弥陀佛 所以一切诸佛 都念阿弥陀佛 就是这个道理 他要不念佛 那有无助就没身心 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佛佛都强念 佛佛强念 都念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 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不但是理 实在讲 它是四十 念念放薄弱光 这个道放光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念到 理心不乱 这是光明通达 心经里面举出一个例子 照进五蕴皆空 读一切苦闷 这个就是放薄弱光 这光从哪里放出来的 从名号里面放出来 真正利苦的路 所以念佛号 就是念世相 也可以说 念佛号就是 森世相 就是森世相 小本有一心不乱之吻 金本不云 一心不乱 而专注一向专念 是所踪更为明确 更其众生根基 你心尽尽尽恩德 小本是阿弥陀金的 罗舍大士是意义的 所以我们看玄庄大士的一本上 就不识一心不乱 这个是意义的 他意的好 连玄庄大师 窥记法师都很尊重 都很佩服 但是这一句呢 往往是初学的人啊 看到身体畏惧了 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 太难了 这一心不乱做不到啊 于是他佛也不念了 他不学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太难了 一心不乱不容易得到 那么大本经上讲 一向专念 这个想想一向专念 这个我还可以做得到 这就是他清楚 他明白 使一般初学的人看起来 不感觉的害怕 不会觉得恐惧 自己衡量自己也许还能做得到 其实一向是下手 一心不乱是功夫 可是你一定要记住 可是你一定要记住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专专念才能成功 法门可贵的 是专修专口 决定不能夹杂 因此 因此真正 明白这个道理了 真正认识这个法门了 他一生的修行一定就是 一步进一句名号 他是真的明白了 真清楚了 一句阿弥陀佛 他念四个字 这成功了 你要问他 他为什么早年 他去学那么多经教呢 他不念佛呢 早年不懂 不认识 没搞清楚啊 要早年就懂得 就清楚 就这样干了 那一定是上上行我神啊 真正明白 真正搞清楚了 这个时候自然放下了 不要等人劝了 自然放下了 真正认识一经一切 一步经就是一切经 读一步经啊 就是读整个大藏经 念一句佛号 就是修无量的法门 他明白这个道理了 华严经上所说的 一几十多 多几十亿 到晚年才搞清楚 才搞明白 所以真正进入 一乡专领 那么师尊 在这个境上 教给我们 这个一项专念呢 法普廷一项专念 这是对我们 最大的恩等 我们看到这个开诗 就觉得不难 我们可以能够做得到 弥陀无尽 大悲圣愿 方便知己 利用难死 凡胜其收 利顿与备 但能发心专念 习得独特 如是方称 如来崩坏 才是就近方便 那么这个是在 论用 这一段里面 做出了 完整的结论 弥陀的大约 就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的 重点 这是古德呢 为我们输出 就是第十八月 跟十九月 十八月 深念必生 就是一项专念 十九月呢 是发菩提心 所以经上讲 往生的条件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就是根据第十八月 十九月 而来的 真正是 方便到达基础 他的力 他的能力 他的功用 不可思议 就一般而论 能帮助我们 往生不退 臣服 若就立根而论呢 就在 现前 已经能够 与甚深 薄弱相应 换句话说 跟禅宗里面 大彻大悟 明心见信 若同样的境界 所以说 利用难死 凡胜其手 根性力的凡夫 凡胜同居图 往生 根性力的这些人 方便图 十报图 往生 利顿 俱匹 这个匹是 加匹的意思 无论是 利根仁 顿根仁 所以是 上从 等就菩萨 下至 地狱众生 这个法门 能够普度 不像 其他的法门 其他法门 读顿根的 就不能读利根 读利根的 不能读顿根 不能够 读一切种事 所以这个法门 但能发心 专念 这就这么一个条件 只要你肯 真正的发心 专念阿弥陀佛 就成功 真正发心 专念 那个心 就与菩提心 相应 就是 甚深 薄 甚深薄 高度的 智慧 文殊 普贤 是高度 智慧的人 选择 这个法门 你也一心成念 那么你的选择 跟文殊 普贤 是相等的 其他的智慧 比不上他了 选择这个法门 的智慧 跟文殊 普贤 无二无比 这是深深智慧的 选择 所以只要能专念 习得 读徒 没有一个 不忘 没有一个 不如如来 深深智慧 如是 方称 如来 崩坏 祝福 帮助众生 就是希望众生 在一生当中 圆满成佛 这个是 佛的崩坏 在所有一切法门里头 唯一读这个法门 与佛的崩坏相应 也就是说 确确实实 能帮助一切众生 在这一生当中 语言成佛道 那么在先前呢 唯一读这个法门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物 历苦的路 那我们的生活 过得幸福快乐 确确实实实 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丰富了自己的生命 你不学佛 不念佛的人 不能感觉到 真正念佛了 你会感觉到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